三年前离京前 父皇给我的 魏锦义陈述 三年前魏锦义离京前 已经和大行皇帝坦白了自己装病的真相 也道明了自己的计划和目的 大行皇帝知道后并未责怪他 还在他离开前给了他这份诏书 彼时的魏锦亦没有动摇继承皇位的念头 但大行皇帝还是将这份诏书给了他 大行皇帝说 这东西如果他不想用 不拿出来就没有人知晓 若日后有需要用上的时候 这份诏书可把他名正言顺 魏锦一带走这份诏书之时 并未有什么感觉 如今再回过头来看 才明白大行皇帝的一片良苦用心 或许大行皇帝早就想到 他有可能不得善终 会有一个皇子在篡位后对瑞王不利 听闻此话 玉王的眼中露出了震惊之色 他显然不明白 为什么大行皇帝会给早早地把诏书给瑞王 难道三年前父皇就知道处义能康复 亦或是他觉得就算处义是活不长的 也是他心目当中的最佳继承人选 秦王的脸色很平静 庞府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般 即使近两年 他是皇上最为器重的皇子 听完魏锦一的回答后 楚兰沉默了片刻 而后嘴角扬起一抹笑 随即抬了一下手 太监搬来一把椅子 他坐在了上面 姿态悠闲不紧不慢地看住魏锦 义和群臣 楚兰神态悠闲 诏书是可以伪造的 谁知道是不是瑞王伪造了诏书来谋朝篡位呢 陆老太爷回答道 方才臣已经和首府大人 御使张大人以及张太师检验过了 诏书上的字迹却属先皇亲笔 印章也无问题 楚兰说 你们几人的话也做不得数 谁晓得你们几人是否被真的酒帝收买了 帮着他谋夺皇位呢 陆老太爷说 锦王殿下如若不信任我们三人 可以请其他人来鉴定 看看这是否为大行皇帝亲笔所书 楚兰道 这有何难 不过是伪造技巧高深一些罢了 不可信 楚兰不管其他 只一口咬定魏锦一手上的诏书是假的 便无人能奈他何 接着楚兰问魏锦一身后的群臣 这份诏书是锐王从外面带回来的 我大爷立国至今 可有皇上将继位诏书交给皇子带走的先例 如此的诏书又如何能当真 即便魏真 如此不合规矩 也是无用之物 楚兰的话动摇了众人 确实这从宫外带回来的继位诏书真假难辨 确实不能轻易相信 但依旧有些臣子表明自己的立场 愿意支持有大行皇帝诏书在手名正言顺的魏锦一 这其中就包括了与魏若相熟的徐丰元和赵荀 他两人如今在朝中的官职虽不高 但面对眼前南侧的场景 却是立场最为坚定的 就当众人被楚兰的话所动摇之时 魏锦一再次开口 那这座前清宫的匾额后面放着的赵书是否可信呢 伴随着魏锦一的开口 众人纷纷抬头 看向上方的正大光明匾额 楚兰的神色僵硬了 眼神肉眼可见地冷了下来 魏锦一道 大行皇帝的遗诏一共两份 还有一份就放在这匾额后面 现在就可派人取下来 与我手上这份所述内容是一致的 只要将诏书当众取下当众宣读 楚兰就无话可说了 陆老太爷随即道 锦王殿下 现在可否允臣等取下匾额 楚兰没有回答滴滴的笑声从他口中传出 终究还是算漏了 陆老太爷看住楚兰皱起了眉头 锦王殿下 楚兰收了笑 看向魏锦一的眼神阴冷中透着讥讽 九弟 朕不得不承认 是朕低估你了 也低估了父皇对你的宠爱 接着望向殿内群臣 即便诏书未真 朕也已继位半月 众爱卿荡真觉得为了这份突然冒出来的诏书 将朝堂交给从未参与过朝政的瑞王的手上 群臣一时间没了声音 神情并不一致 似有支持楚兰的也有支持魏锦一的 但眼下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还是选择静观其变 不敢随意开口表明立场 他们的沉默显示即便有一招在手 魏锦也无法获得大多数朝臣的支持 只有像陆老将军 徐丰元 赵荀这样的人 立场坚定地表明自己用乎瑞王为正统皇位继承人 魏锦一此时道 如果楚兰还是伤害父皇的凶手呢 此话经得群臣目瞪口呆 什么 大行皇帝是死于锦王之手的 众人惊得说不出话来 乾清宫里鸦雀无声 豫王最先有了反应 他冲到前方 指着楚兰则骂道 你竟然敢谋害父皇 如此诸狗不如之事你也做得出来 楚兰 神情自若 九弟为了这个位置当真是煞费苦心 竟编造出来这样可禀的罪名来 你说朕谋害父皇 可有证据 如今的父皇就躺在朕身后的子宫里 你说他死于谋害 那他身上可有一处损伤 如果大行皇帝的身上存在让人存疑的伤 应该早就被发现了 断不会这般安静入恋 众人顿时看向魏锦义 陆老太爷询问魏锦义 瑞王殿下可有什么证据证明 您方才所言吗 魏锦义没有马上开口 见他不言 楚兰笑道 看来这些不过是九弟的猜测罢了 如此之大的罪名 九弟仅凭一己猜测 就敢当住朝臣的面提出来 九弟果真是太心急了 在楚兰的质疑下 群臣顿时没了声音 唯有证据 忽然一声清亮的女声 打破了殿内的沉默 众人回头看去 就见从后殿 走进来了一身孝福的魏弱 看到魏弱出现 楚兰的眼中闪过一丝一样 魏弱走到众人跟前 站在供台前 指着身后的大行皇帝自公道 皇上的遗体就是最好的证据 他是中毒而死的 虽面上不显 但脏腹俱损 一看便知 楚兰看住魏弱 神情从他刚出现时的惊讶 转变为绩效 瑞王妃果真大胆 竟敢想要损害大行皇帝龙体 再者即便如你所言 大行皇帝五脏受损又如何 他龙体抱样服用汤药年酒 脏气有一样 也是常情面对楚兰的质问 魏弱并不慌张 不紧不慢地开始解释 我可以不用损害大行皇帝的遗体 来向众人证明 大行皇帝的死存在一样 大行皇帝所种之毒 为罪情香之毒 此毒是两种无毒之物的混合 一味风还香 已混在了福建上贡的龙贤香里 另外一味是天爵双影 你混在了进贡的茶叶之中 因两者单用无毒 所以为皇上检验和待皇上试用之人 都未曾发现 但只要调查一下 我上述所说的这两样东西 在送到大行皇帝跟前之前 是否有锦王插手便可知一二 而众罪情香毒者平素不显 但身体如果遇到蝶与花的枝叶 就会呈现黑色 普通人的不会 如此便可以在不伤害大行皇帝 在龙体的情况下检测 大行皇帝是否死于中毒 当住满朝文武的面 魏若说出了他的解决办法 他之所以会知道这些 是因为他在赶来之前 对所有与皇上相关的可疑之物 进行了调查 而这些可疑之物 是魏一琛在他们回京城之前 就调查并收集好的 只等魏若这个医术高明之人来调查 因为魏一琛也知道 既然能躲开宫中专门检查的人的调查 楚兰的毒必然下得非常隐蔽 如此隐秘之毒 寻常人看不出来很正常 但魏若或许能有所发现 果不其然 魏若在调查了一番之后 找到了问题所在 几乎是在找到封还乡的第一时间 魏若就确认了大行皇帝的真正死印 这时候魏一琛也走到了人前 呈上一份皇上日常所用织物的清单 其中每一样物品的来源 都记得清清楚楚 另一份皇上所用熏香和茶叶的来历调查 其中详细地记录了楚兰经手的经过 还有相关人员的签字画押 如此详细的报告 已经找不出任何可容楚兰辩解的漏洞来了 指挥魏一琛做这些的是魏锦翼 人还未到京城 魏锦翼根据京城传过去的消息 推断出了楚兰谋害的方法 大概率是下毒 便以此未突破口进行调查 而魏一琛也不如使命 这几日深入调查 得到了这些足以将楚兰问罪的证据 魏一琛道 锦王殿下 这上面由于此时相关之人的签字画押 如果锦王殿下还不认 臣也可将相关人等带到大殿之上当面对质 殿内一片安静 群臣的目光都落到了楚兰的身上 等待着楚兰的解释 楚兰的眼睛牢牢地锁定在魏弱的身上 其实从魏弱出现在殿内的这一刻 他便已经察觉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 他能逃出昆宁宫 意味着这宫里有他们的人 而刚刚他又精确地说出了大行皇帝所中之毒 由此可见 锦王夫妇所做的准备远比他预想的要多 楚兰看着魏弱的目光复杂 他寻访明依 翻越古籍才找到的不被人察觉的下毒之法 竟就这样被他轻易识破了 也是 他是许和佑 是那个能将冰死的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人 所以他有这样的本事 他应该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只不过这一次 他的高明医术是用来毁灭他的 而非拯救他 面对楚兰的注视 魏弱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 好一会儿后 楚兰将目光从魏弱的身上收了回来 罢了 楚兰的口中缓缓吐出两个字 陆老太爷盲问楚兰 锦王殿下此话是何意 究竟瑞王妃所言是否属实 大行皇帝驾崩是否与王爷你有关 事已至此 朕似乎已经无法反驳了 朕本没有想将事情闹成这般的 但如今已犹不得朕了 是吧 九弟 楚兰如刀锋一般的目光落在魏锦翼的身上 从前他都不曾这样证实过这个人 瑞王楚义 重病孱弱 终年一副命不久矣的模样 他也曾怀疑他是装病 但他找不到他装病的理由 他是嫡子 父皇宠爱 他想争 早早地让群臣觉得他有争夺的本钱才行 更何况后面他还主动请风去了风地 远离权力中心 更是让人感觉不到他有一丝一毫的争处之心 魏锦翼说 他是我的父亲 但我慈爱有加 于天理于私情 我都必须要让杀他之人付出相应的代价 楚兰 古兰是君杀父非我一人 千古留名的也不乏 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 史书是胜利者的史书 楚兰的话经得群臣面色苍白 这等于是亲口承认了自己是君杀父 楚衡站出来大声责骂楚兰 你个丧心病狂的 竟连父皇也害 你简直不是人 你连畜生都不如 楚兰看向楚衡 道 今日在这里的人之中 最没有资格指控朕的人便是你楚衡 你如若有这个机会 你定比朕下手更早 楚衡怒对 休得胡言 我绝不会做出如此蛇蝎心肠之事来 随后楚衡对住群臣道 绝不能让楚兰这等乱臣贼子成为储君 否则大业国将布国 生灵涂炭 离王国之日不远 知道他是君真相的我们也难活命 群臣看住他 并未有动作 此刻并非他们不想动 而是根本不敢动 楚兰是乱臣贼子不假 是君杀父天理南容也是真 可如今京城上下的兵马 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他们拿什么来反对楚兰 楚兰没有将跳脚的楚衡放在眼里 他的视线依旧在魏锦衣的身上 九弟啊 这个位置阵级已经坐上来了 就不会轻易地让出来 诏书也好 陆老将军的支持也罢 都无法改变 说罢 楚兰拍了拍手 顿时由数不清的身穿铠甲 手持兵器的禁军鱼贯而入 将乾清宫围了个水泻不通 群臣纷纷露出惊恐慌乱之色 随后禁军统领寒穿过人群 来到了楚兰的跟前 双手交握附身行礼 朝堂之中 温武百官多位守无伏击之力之人 即便有武功高强者 也难以在守无寸铁的情况下 对抗如此众多训练有素的禁军 一时间 人为刀祖我为鱼肉 只需楚兰一声令下 他们这些人便要横施当场 血剑乾清宫 如此情幸 有几个官员开始后悔 今天跟随陆老太爷来此了 也有一份填膺 力声斥责楚兰的 也有静观其变的 甚至有当场表忠心 继续拥护魏锦翼的 这一刻 人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随后楚兰对殿内百官说 大行皇帝多年疏于朝政 知外妻当政 腐败严重 名不聊生 朕杀他虽不容于天理 却不失为 救万民于水火的 遗迹良药 而等如有明白朕的 良苦用心 愿意继续效忠于朕 为苍生谋福 为百姓请命 朕可饶恕你们今日之过 一切如初 全当没有发生过 楚兰此言一出 便有更多的官员 跪了下来 向楚兰磕头 以表忠心 但依旧有不少官员 还是站在原地 没有动作 这其中 有选择支持魏锦翼的 也有选择观望的 陆老太爷痛斥楚兰 诚然大行皇帝前几年 是疏于朝政 导致其家在朝中 只手遮天 但近几年 大行皇帝的勤政爱民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反倒是你 这两年为谋权夺位 害死无数灾民 和无辜百姓 你要当真是 为万民请命 便不该是 在这个时候动手 你分明是为 一己私欲 又何必说的 这般冠冕堂皇 陆老将军 你年事已高 应该学会事实闭嘴 不该你多言的时候 就不要多言了 楚兰道 老陈已经这把年纪了 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 戎马一生 生死也早已堪淡 今日你要杀药寡 尽管冲住我来 但你想要老陈闭嘴 怕是只有先杀了我才行 陆老太爷道 陆老太爷放心 今日过后 您便会因为突发疾病 于是长辞的 您的门生旧时 都会为你哀悼 楚兰道 那你便动手吧 陆老太爷高昂住头 眼神里充满了 对楚兰的不屑 即便刀架在脖子上 他也绝不会 向他瞧不上的人低头 楚衡怒而骂道 楚兰你谋朝篡位 竟还想用武力 逼迫我们向你臣服 你这个乱臣贼子 你不会得逞的 何为乱臣贼子 自古臣王败寇 今日过后 不会有人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 史书上只会留下 瑞王和豫王 一谋谋反 以失败告终 这么简单的一笔 楚兰平静道 你 你简直丧心病狂 你会不得好死的 楚衡气愤难当 楚兰不再理会 楚衡和陆老将军 将视线转到了 一旁站住的 魏弱的身上 你不该参与进来的 你我之间 至少还能留有一丝体面的 魏弱回道 瑞王殿下 你我之间 本就没有什么 体面不体面的 从始至终 你我都无太多的交集 是你自己意想太多 而且今日你的对手 不是我 是我的夫君 以及我们的父皇 意想太多 哈哈 你说的也对 确实是我的一厢情愿 楚兰自嘲一笑 楚兰 你还没有应 魏弱道 随着魏弱的话音落地 原本站在楚兰跟前的 韩景突然换了方向 走向魏锦翼 瑞王殿下小心 陆老太爷连忙 挡在魏锦翼的跟前 下一刻 韩景对珠魏锦翼跪了下来 臣拜见 瑞王殿下 众人大惊 对于眼前的景象 十分错愕 就连陆老太爷 也没有料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一幕 楚兰和楚衡 更是被彻彻底底地惊到了 从来没听过 韩景和瑞王之间 有过什么交集 他们两人是何时密谋 要一起去的 魏弱是知道的 从前曾见过 易容成王景的魏锦 一与韩景私下见面 也听魏锦翼说过 韩大人是他的故人 魏锦翼对珠 跪在跟前的韩景道 舅舅不必多礼 请起来说话什么 舅舅 韩景是瑞王的舅舅 怎能么可能 当年徐国公府 有关的人全部死掉 韩景怎会是 魏锦翼的舅舅 楚兰冷冷地看住韩景 你究竟是谁 徐国公府幼子徐征远 韩景回答 陆老太爷不敢置信地 看住韩景 怎么会 你当差这么多年 大行皇帝 一直都十分器重和信任你 且徐国公案平反这么久了 也不曾见你恢复身份 韩景解释道 大行皇帝 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 是他故意保住我的性命的 他念我当时年幼 想保下我 以安抚我长姐 但是我长姐终究 还是因父兄之死 急于成疾 难查而顾 而我当时 也不能完全相信大行皇帝 顾选择瞒住他 安排余下旧部 送走了九皇子 彼时的魏锦 亦还是个 强宝之中的小婴儿 余下的徐国公府旧部 若没有一个主心骨 便如同一盘散沙 韩景当时 虽然也只有十二岁 但已懂事 有他在 余下的旧部 才能拧成一股绳 折伏下来 保着魏锦 意味将来的平反 做谋划 许多众人先前 没有想明白的事情 这一刻想明白 原来徐国公府 一直还留着这么一个人 难怪魏锦 亦可以在多年后 顺利回来 难怪皇上 那么轻易就证明了 魏锦翼的身份 原来是这样 晋军统领是 瑞王的亲舅舅 那岂不是 局面当即发生了变化 原本只向 魏锦翼等人的矛头 转而指向了楚兰 晋军倒戈 现在楚兰的身边 只剩下几十名 他的亲信 楚兰好半场没有说话 两久之后 他竟低低地笑出了声 难怪 难怪三年前 他会将韩晋 调任为晋军统领 这个他不是别人 正是身后子宫里面 躺住的 早已没有了 心跳呼吸的大行皇帝 这是他的安排 也是他为锐王铺的路 难怪刚才魏锣会说 楚兰今日的对手 是锐王 和已故的大行皇帝 他人虽死 但死前为锐王做的谋划 影响深远 好一个爱之深 记之远啊 看来今日之事 没有办法简单收场了 兵马斯重将何在 伴随着楚兰的命令 殿外一只信号弹 升入天空 随后忠诚兵马斯的人 便涌向前清殿 将晋军围在其中 双方剑拔弩张 外面广场之上 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更多的兵马斯的人 正在涌进来 与晋军展开了交战 楚兰道 好在朕也并没有 那么信任寒静 他对朕的投诚 来得太过轻率了 所以朕安排了 忠诚兵马斯的一部分人马 在宫中待命 紧接着楚兰问魏锦衣 不知道已进军 在面对五路兵马斯的 围攻的时候 能抵抗多久呢 你确定是五路吗 魏锦衣问道 楚兰眼眸一尘 随即听到陆老太爷道 西城指挥使于东山 乃老陈门声 进宫之前 老陈已与他见过面 如老陈弄清楚诏书未真 他愿追寻正统敌楚 不会助纣魏锐 说完后 陆老太爷下意识地 看了魏锦衣眼 他会特地去找于东山 是个瑞王兽艺 看样子瑞王早就知道 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了 五成少一成 剩下四成 如此胜算 还是楚兰的更大 这时候人群中走出来 一个身形修长的年轻男子 我谭家愿为瑞王 小犬马之劳 以报瑞王妃与我谭家家主 救命之恩 说话的人是谭如渊 是现任南城兵马司指挥使 谭如风的堂兄 这两人都是三年前 皇上作为谭家借粮 给朝廷的答谢封赏的 三位谭家子弟 他的意思应当就是谭如风的意思 只是众人不知道的是 瑞王妃何时与那位身居 简出的谭家当家人 有过交集的 楚兰看住魏弱 他早有料到 他可能会成为他的阻力 只是他不曾想到 他一个后宅女子 竟能影响到前朝的兵力 五城兵马司 有两城已经归顺了瑞王 而禁军又掌握在瑞王手中 现在的情况是 二者兵力几乎相当 但阴住禁军本就是皇城内的守卫军 占据了地理优势 如此算来 竟还是瑞王这边的胜算更大一点 前清殿内 群臣神色各异 听着殿外时不时传进来的 其此彼伏的呐喊声 打斗声 很难判断此酒究竟是哪一边的人马 更占优势 大家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站队 怕做出错误的决定 毁了自己的虔诚和性命 户部尚书范书义 此时突然出声 我范氏族人 素来忠于圣上 原以为锦王是承天命 继胜卫 故对他唯命是从 如今得知真相 断不能再与他卫武 臣相信只要将此先皇遗诏仪式 和锦王谋朝篡卫的真相 通报给北城兵马司指挥师范秀 他定不会继续助纣卫念 范书义慷慨陈词 既表明了自己如今的立场 也道明了之前范氏族人 支持锦王的缘由 范书义的这番话 无疑成了压倒楚兰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北城兵马司倒戈 这将让胜利的天平 倒向锦王这一方 范书义这只老狐狸 果然 他总是这般趋利避害 见风使舵 楚兰早知道他会是这样的人 只是原以为是都在自己这边 范家虽然不可全信 也没有机会背叛他 却不想自己失事得如此之快 魏锦义似乎早有预料范家会临阵倒戈 道 既如此 就劳烦范大人跑一趟 前往北城兵马司指挥师所在处 张义和范承煦从店外进来 走到范书义跟前 他们已等候多时 就等范书义表态 伯父 请吧 马已经准备好了 出宫的路也已经提前留好了 范承煦对范书义说 看到范承煦 范书义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看了一眼魏锦义 显然范承煦今天会在这里 就是为说服范书义做好的准备 如果范书义没有自己想明白 那么范承煦也会出来说服他 这一切进度在瑞王的算计之内 范大人 请 张义道 范书义不再犹豫 跟住张义 范承煦一道离开 见此情幸 楚兰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他输了输得很彻底 或许从一开始他就赢不了 他的父皇 徐家还有楚义 他们都在布局 所有的棋子就位 只等他入局 楚兰看住魏锦义 笑道 我真的是小瞧了你了 九弟 你拿着诏书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当真以为你只是得了诏书 头脑一热便想要来夺皇位 没想到你的准备如此充足 不怪 我轻敌了 是你从前的掩饰足够的好 好到让所有人都相信 你当真是一个没有能力争夺皇位的人 言罢 楚兰忽然出手 如同离弦之剑 朝着魏弱猛扑过去 众人以为他要对付的人是锐王 却不想他动手的对象 竟然是站在大殿一侧的锐王妃 楚兰的袭击十分突然 魏弱只来得及后退一步 楚兰握着匕首直直地刺向魏弱 电光火时间 白影如闪电而至 将楚兰手中的匕首踢开 魏锦一十分及时地出手 踢开楚兰的同时挡在了魏弱的跟前 虽然是在与楚兰对峙 但魏锦一时时刻刻都注意住魏弱的安危 所以在楚兰动手的第一时间 他便行动了 紧接住他转手魏弓 足坚清点 使上轻弓逼向楚兰 魏锦一手中没有兵器 只有拳脚 但当他触招之时 拳脚之机亦如刀枪抚跃 招招杀鸡 楚兰飞快闪躲 盲不跌地防守 并在间隙寻找反击之侧 二人从大殿东侧打到了西侧 当住文武百官的面 亦是在他们父皇的灵堂前 这二人的打斗于魏弱而言并不陌生 早在台州府之时 他二人就已经交过手 彼时楚兰便无法打赢魏锦一 群臣看得目瞪口呆 饶是酒精沙场的陆老将军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的打斗 二人的武功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 二人出招速度之快 他们的眼睛都快要跟不上了 力量之甚 所被殃及的柱子地面 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众人最为不解的是 锐王为何武功如此之高 他不是才刚大病出狱吗 交战持续了一炷香的时间 胜负渐渐显露出来了 魏锦一的攻势凶猛如洪水猛兽 招式诡辩楚兰 避无可避 躲无可躲 慌乱之中 楚兰没能及时闪躲掉魏锦一的蓄力一角 被踹中胸口 从半空中落下 重重地摔在地上 楚兰一手捂住胸口 一手撑得枝起上半身 他看向魏锦一 争了许久 终是大笑出声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楚一啊楚一 你这局做得可真大 这一次的交手 这熟悉的招式让楚兰认出来 楚一就是当初魏若身边的护卫王景 所以从一开始 楚一便不是病秧子 并且一直是个绝顶高手 而魏若和睿王也在很早之前就相识 他败了败得彻彻底底 魏锦一看住楚兰道 我的局不是为夺皇位而做 也不是为你而做 故你先前看不穿 楚兰 有区别吗 魏锦一道 你不该对父皇动手 你是君杀父 我们就永远地站在了对立面 楚兰低声道 不 我应该更早动手 哪怕那时候 我还有齐家这个对手 因为至少那个时候 他还不曾为你谋划 韩靖也好 谭如风也罢 还有传位于你的遗诏 如此种种 都是他为你铺的路 没有这些 今时今日我未必会输你 即便要输 也不是这么个书法 他带你 爱之深 寄之远 为了你 他打压我 打压我的母妃 与你 他是个好父亲 与我而言不是 楚兰说这些话的时候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他很平静 然后楚兰转头望向魏弱 眼神里有魏弱读不懂的忧伤 他低声问魏弱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你如此厌恶我吗 魏弱看住此刻的楚兰 他的神情看起来有痛苦 也有解脱 这一刻他似乎真的只是想要一个答案 或许你我前世有仇 所以今时我看到你便本能地生出贤恶之心 魏弱回答 看似敷衍的回答 却是真相 楚兰笑了一下 似是接受了这个答案 那我如今应当是能还清这笔账望 然后不等魏弱再开口 楚兰将手中的匕首扎进了他自己的胸口里 众人皆大惊 魏弱不敢置信地看住楚兰 垂死时刻 楚兰望着魏弱 或许 我爱的不是你这个人 而是我在那处院子里的那些时光 很平静很温暖 没有争斗 没有全眸 身边人对我的只有善意 说完后 楚兰闭上了眼睛 韩静当即上前查看 随后回头对魏锦一摇了摇头 楚兰他 竟然选择了自尽 魏弱看住倒在地上的楚兰 看住他胸口流淌出来的鲜血 渐渐染红了白色的笑服 这一幕魏弱只觉得刺眼 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快意 豁得魏弱感觉到心口 一股压抑住的不知名的东西消散了 随之而去的 是对楚兰的厌恶恐惧之情 这是 远主残留在这个身体里的那肆意识吗 随着楚兰的死亡 远主也彻底放下了吗 一切尘埃落定 魏弱回到后宫之中 昆宁宫内已经站满了禁军 他们是来肃清楚兰的余党的 惠太妃的几个宫女太监皆被擒 宫内的皇族女眷此刻诚惶诚恐 见到魏弱近来 众人的眼里露出敬畏惊恐之色 不过短短几个时辰 风云变化 乾坤易烛 众人看见魏弱的神色 也有了180度的转变 众人齐齐下跪 匍匐在地 魏弱再次站到回太妃的面前 目光平静地看住她 没有胜利者的傲慢 也没有挑衅与嘲讽 慧太妃还坐在贵妃椅上 身体颤抖住 看到魏弱近来 她低垂着眼 喃喃道 我和我儿不是输给瑞王 不是输给了你 而是输给了她 她至死都不忘 将一切都安排妥当 为她最爱的女人 生下的儿子铺平道路 魏弱看住魏太妃 你恨父皇 魏太妃猛地抬起头来 为何不恨 我没有给徐皇后下过毒 她心里其实清楚 但她还是将我打入冷宫 只为打压我儿 她还打算立秦王位处 秦王啊 不仅资质平庸 无所见数 甚至成亲多年 未有子嗣 被传有影集的人啊 她这么做 为的就是保护 她最疼爱的儿子 又或者说是 她唯一认可是 她儿子的人 魏锦一在三年前离京前 就已经跟大行皇帝 坦白了那些事情 所以大行皇帝 很早之前 就知道 惠妃没有给徐皇后下毒 只是 她依旧没有将惠妃 从冷宫里面放出来 因为惠妃的尸宠 也是她打压 秦王的一种手段 而她的这种做法 反而是惠妃最难接受的 她宁可大行皇帝 是因为受蒙蔽 才将她求于冷宫之中 惠太妃一边笑 一边哭 多可笑 我们母子陪她二十载 瑞王出现才多久 就因为那是 她最心爱的女人 为她生下的孩子 她便只觉自己 是瑞王的父亲 丝毫没有将其他人 放在心上 你让我们母子 如何不心寒 这些年 齐贵妃和豫王 与我们母子斗 但我从不恨齐贵妃 因为她与我一样 是可怜人 我们争到头来的 不过是虚幻泡影 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 不管是她的宠爱 还是储君之位 她想不给了 就都不给了 惠太妃声声控诉 她的神情和言辞里 充满了对大行皇帝的怨恨 那是爱而不得的恨 魏若看住这样的 惠太妃没有说话 惠太妃旁若无人般 继续说着 早先她宠幸后宫之中地女人 只是将她们 视为平衡朝堂的工具 后来她有了徐皇后 将她当作心肩肩上的人 为她不再看后宫 其他女人一眼 我原以为 其贵妃看不穿 不懂她对任何一个妃子 都不曾动过真心 重语气 皆为帝王之术 直到徐皇后死后 我才知道 原来看不穿的人是我 她竟可以爱一个人至此 惠太妃说 说完这些后 惠太妃忽然伸手 抓住了魏若的衣袖 一旁的护卫连忙上前 魏若抬手 示意他们不必如此 魏若打算 听惠太妃把话说完 惠太妃用哀求的语气 对魏若说 惠王妃 我求你 放过我儿 是我逼她的 一切都是我逼她做的 求你饶她一命 就当是看在 你与她过去的情分上 她待你那样好 方才我想处置你 她都让人将你带走了 她是一心护着你 念着你的 你们过往的那些事情 她从不曾忘记 惠太妃语出惊人 一旁贵住的一众女眷 第一次听说 魏若和锦王之间 还有纠葛 且似乎二人的纠葛 还不浅 魏若脸色平静 你这么说 是想要回我名声 坏我与锦王之间的感情吧 最后的最后 你知道自己 已无力改变什么了 便想着 让我也不好过 对吗 紧接着魏若道 我心得正做的端 我与锦王之间 清清白白 我们有过什么纠葛 恩怨锦王都知道 所以不管你说什么 都不会与我造成什么伤害 用心被拆穿 会太妃恼惩成怒道 魏清若 你该死 你和楚义都该死 你们凭什么 凭什么受他的宠爱 凭什么享受着这些 明明我儿才更优秀 他才是天选的储君 才是最适合成为皇上的人 他降生的那天 我梦见了 他是真龙天子 你们才是乱臣贼子 魏太妃突然发疯似的 向魏若伸手 但是很快就被在一旁的护卫给拉开了 随后魏若点了一下 让禁军将他押走了 一个今天早上 还是后宫之中最为尊贵的女人 这一刻竟如同疯子一般的被拖走 魏太妃被带走后 魏若的目光落到了一旁的魏清婉的身上 许是魏若的目光太过锐利 他还未开口 魏清婉便先一步扑到了他的跟前 姐姐 这般模样 哪里还有半分先前讥讽他的样子 不等魏若开口 魏清婉抓着魏若的裙摆忏悔道 姐姐 从前是我错了 是我鬼迷心窍 求你大人大量原谅我 魏若低头看住他 淡淡 开口 你知道吗 其实你是天命皇女 魏清婉抬起头 瞪着眼 满是不敢置信 不可能 当时贺家 贺家确实找人给我算命了 用的你的生辰八字 算出来命可双清 但你不知道的是 算命的结果是被人动了手脚的 因为算出来是天命皇女的吉父贵命 这命太厉害 贺家竟要飞出一只金凤皇来 被贺家的死对头先一步之道 买通了算命先生 故意说成是命可双清 故意离间 想要用这种方法破坏这命格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为清婉拼命地摇头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你不曾拿你真实的生辰八字 去算过吧 因为你害怕被人知道 你不是魏家人 却不知道你有意要逃避的 正是你最想要的东西 魏弱道 不可能 你在骗我 如果我的天命皇女 唯有启会轮到今日的地步 甘元道人曾说过 天命只占三分 还剩七分靠自己 人的最终宿命 不是一出生就写好的 后天的努力 可以扭转乾坤 不 我没有做错过什么 如果我当真实天命贵女 我不可能落到现在这般地步 魏清婉拼命地摇住头 魏弱只是目光淡淡地看住她 魏弱越是这样 魏清婉越是不能接受 她发了风势地大喊嘶吼住 你骗我 你不要骗我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一直都是你 是你在害我 你嫉妒我 你嫉妒我师叔比你 嫉妒我长得比你好 嫉妒我拥有父母兄长的宠爱 要不是你害我 我不会变成这样的 我一直以来都在努力为自己谋划 我没有错 魏清婉像是疯了一般 嘶吼呐喊住 魏弱没有再说什么 大步走出了昆宁宫 走到宫门口 魏弱看到了魏锦衣 他站在门外等住魏弱 魏弱快步跑上去 扑在了他的怀里 魏锦衣也顺势将魏弱抱住 他将魏弱圈在怀中 一只手掌轻轻地拍着魏弱的背部 二人都没有开口说话 但又好像说了无数的话 锦王死了 慧太妃在被押送静安寺的路上自枪了 锦王的部下大部分都投降了 魏锦衣并未惩罚他们 只是贬为庶民 结甲归田 锦王留下的侧妃和侍妾 以及他们的孩子 也都没有受到处置 他们可以留在原来的锦王府里 并享有郡王的待遇 魏王楚衡和魏王妃骑士静 在府中战战兢兢地等了两天后 没有等来魏锦衣的清脚 大概是因为他们夫妻二人 并没有直接参与到 谋害徐家人的事情当中去 半月后 五月初五 端阳节 大吉日 瑞王楚衣登基 瑞王妃为清若封皇后 大典之上 两人携手坐上了代表天底下 最尊贵之人的位置 接受群臣朝拜 与此同时 玉王府内为清晚封了 一直喊着她才是要当皇后的那个人 她才是天命皇女 那是属于她的位置 楚衡将她关了起来 并将她的儿子带走 交给齐师静抚养 见儿子被带走 魏清晚更疯了 扑上去撕咬摩摩丫鬟 但最终也没能阻止 孩子被带去了齐师静那里 魏清晚疯了之后 云氏来看过他 但是见到云氏后 魏清晚便开始骂他 怪他没有保护好自己 怪他没有帮他查清楚命格 怪他没有给他安排好的亲事 云氏听完后 泪流满面地离去 也不再管他了 而后不久 玉王被贬为庶民 同时限制玉王夫妇离京 他们只能生活在京城里 做一对寻常夫妻 事已至此 楚衡也接受了 因为他们差点死在了楚兰的手上 如今 楚衣至少给了他们一条活路 登基大典过后三月 皇上下旨 册封魏若义姆许和氏 为一品贱命夫人 而众人知晓 魏若亲母云氏尚未得此重命 其一母就先移不得了 如此孰清孰远一目了然 又过了一月有余 东南战士告一段落 魏明廷回京 受封南安侯 云氏受封一品贱命夫人 四指挨底 魏明廷这一房 彻底搬离忠义伯府 单独开府居住 并将二老接去了心府邸赡养 魏家大房二房 悔不当初 白氏数次三番登门拜访云氏 皆被云氏拒之门外 之后 大房夫人墨氏 主动与丈夫魏明洪获离 搬离了忠义伯府 在外租住了一处宅子 原以为会从此孤苦无依 却在魏弱的帮助下 做了女先生 逐渐传出了好名声 成了京城一众夫人 所尊敬之人 至此魏家上下才知道 素来臣门的墨氏 竟还有如此才学 魏明洪悔不当初 几次去找墨氏求他回来 皆被墨氏拒绝 分房后的二房度日艰难 入不敷出 眼看着魏家三房如日中天 显贵一时 自己却半分荣光都沾不到 心里十分不平衡 白氏便豁出脸面 带着几个儿媳 堵在了魏一称回府的路上 结果被不知从哪里冲出来的马车撞了 此后一并不起 做了皇帝 魏锦一变得比在寄聊的时候 更加忙碌了 身为皇后的魏弱 也自然是少不了要处理后宫之事 还好宫内没什么人 魏锦一位纳妃 先皇也没有留下什么太妃 人缘简单 没有那些废神的事 单就日常开渡人员管理之类的事情 魏弱倒是熟练的 皇宫里的虽更为复杂一些 但道理还是想通的 方法也是共用的 另外有关于各地 就在开荒种植方面的事情 魏弱都有参与 有时也会到前朝参与议证 隔住帘子与群臣商讨相关事宜 因为有寄聊的成功案例在前 群臣对魏弱参政无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 魏弱和魏锦亦属于地后同政 而他们所做的事情 比之在寄聊之时要复杂 但有了寄聊的经验 如今处理也算是驾轻救赎了 除此之外 在闲暇之时 魏弱还是没能改了他从前的习惯 御花园里也让他辟出一块地 来种些瓜果蔬菜 偶尔魏弱也能乔装易容之后 出去游玩一番 倒也没有太受拘束 而魏弱也与魏锦一坦诚交心过 他对他说 如有一日他变了心 便放他离开 他不贪恋这皇后之位 也不会因他变心 让自己陷入恨意之中 无法自拔 他居于宫中 是因为他所爱之人在此 他不会阻拦他爱上别的女子 也不会阻拦他 坐拥后宫家里三千 因为他真要变心 他靠拦是拦不住的 他要的是主动的自由的爱 而非捆绑的婚姻关系 魏锦一应允了 他没有做出过多的承诺 只说他会用时间来证明一切 魏弱觉得自己是个有福之人 一路走来 他幸运地遇到了许多带他好的人 帮他护他 与他同进退 即便是争权夺位 他也会操心什么 虽偶有如为亲吻这样 让他感到不舒服的人 但于他而言并无太大伤害 如今贵位皇后 本要为后宫之事烦忧 为争权争宠劳心 然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他这个皇后当得省心省力 琐事有人为他操心 并且他还能放开手 去做自己所擅长所感兴趣的事情 他的二哥 他的丈夫遵循着对他的承诺 即便贵位皇上也带他入从前 甚至连他对他的称呼也未曾改变 私下无外人之时 依旧换着二哥 线下的一切他都很满意 很满足 往后的事他无从得知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等到了以后遇到了再说 更年 改年号为新宁 新宁元年 气候依旧不佳 但天又大业 不断有高产新种被发现推广 百姓收成逐渐能维持温饱 各地灾情有所好转 相应的盗贼也逐渐减少 与此同时 大业与女真族的矛盾缓和 皇上赵姓武将军许正勇回京 另做安排 在京城等待派遣之时 许将军迎娶皇后身边 大公女秀梅为妻 帝后亲自为二人主持婚礼 皇后送上十里红装作为陪嫁 场面盛大 丝毫不逊于京城之中的 任何一个贵女出嫁 隔月 皇上身边的一等侍卫 陆北辞官离京 开始游历江湖 新零二年 皇后有孕 皇上大喜下令大赦天下 同年 礼部尚书崔大人上奏请皇上纳妃 被皇上以家国不平 无心后宫未由补回 而朝中多数人感念皇后 为国所助功绩 且皇上厚似无虑 支持皇上不广纳妃平之举 新零三年 皇后诞下次子 取名处贞 同年 多年不孕的秦王 也与秦王妃 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传闻是皇后娘娘 给二人调理的身体 也是这一年 范承旭和谢盈 也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二人还在京城外 办了一所孤儿院 收养各地孤儿 为他们提供住所 教他们读书识字 新零四年 在皇上和皇后的 共同努力之下 农业迎来了 过去几年以来 首次大复兴 粮食产量 恢复到了 人五十年时的水平 国库充盈 新零六年 皇后诞下三子 取名处位 至此 朝中再无人提及 要皇上纳妃 皇后多子 宫中安宁 朝堂稳定 百姓安居 又有何理由 重蹈先帝多子争处 好伤国的负责呢 新零七年 南安侯为明廷 授封大将军 但他依旧常年领兵在外 以守卫边疆 保家卫国为己任 鲜少回京 新零九年 皇后诞下一女 取名处月 这一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有了农业做基础 其他的贸易 也随之兴盛起来 大业皇朝整体的经济水平 恢复到了皇朝鼎盛时期 新零十二年 魏一称成了内阁首府 南宁侯府盛及一时 新零十六年 大业皇朝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当年所收税收 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周边小国接来朝贺 新零十八年 皇上病重 太子监国 童年冬 皇帝驾崩 太子楚延继位 隔年春 太后因思念先皇成吉 一并不起 半月后空室 与先帝合葬于皇陵 南安侯魏明廷回京奔丧 参加完太后的丧礼后 向皇上赐官 得了皇上恩典 携家眷去了太州府 其长子魏一琛 与其妻儿继续留在京城 次子魏一琳携妻儿 随附前往太州府 并任太州府守卫军守备 三月后 继疗成 元瑞王府 原来的牌匾撤下 换上了福王府的匾额 先皇次子楚真 受封福王 封地继疗 而原本该是福王入住的府内 却有两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鱼子虽上了年纪 褪去少女的青涩 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独有的韵味 面容红润 风华依旧 丝毫看不出来已是年近四十的人了 男子面若惯欲 身姿挺拔 脚步轻盈 可见内力浑厚 安静时又如书生那般儒雅 黄昏时分 女子亲自下厨 做的几道家常菜 夫妻俩在松竹院的庭院之中 用了一顿简单的碗扇 饭后 二人在法庭上小气 女子依偎在男子的怀抱中 映照在夕阳的余晖之下 二哥 恩 谢谢你 为何 谢谢你 伴我一生 是我该谢谢你 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那我们感谢彼此 好 全文完 终于是完结了 优优独播剧场